同学们好,前面两节课呢,我们把H5和小程序端的打包发行,我们去讲了一下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APP端如何去发行打包 那么对于APP端啊,我们有LS跟安卓 那么这两个如果我们需要去打包的话,可能是需要我们有一定的原生开发经验 我们才可以去更好的完成我们APP端的打包 那么UNIAPP呢,为了简化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云打包的方式 我们看一下啊,我们在点击发行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原生APP云打包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呢,把我们的包去提交给Dcloud的服务器 通过Dcloud把我们去打完一个包之后把地址发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去下载使用了,我们使用的证书呢,使用的是Dcloud的证书 这样呢,去极大的方便了我们去打包的一个成本 那如果同学们啊,我们有原生开发经验 那我们可以呢,去选择一个理线打包的方式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发行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本地打包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安卓和iOS本地打包指南 帮助我们从零开始去打包我们的UNIAPP工程 那么因为我们的课程呢,是比较初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去讲打包 我们就不去涉及到理线打包了,也就是我们的本地打包 我们只讲怎么去完成我们的原生APP的云打包 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还是来到manifest.json下面 我们看最上面的一个基础配置 在对APP经验打包的时候啊,我们配置的内容可能比较多 首先APP ID,我们必须要有 然后呢,应用名称啊,我们也需要在这里啊 去给他指定一下,我们叫木木克新闻 应用描述,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写啊 可填可不填 然后下面应用版本名称和应用版本号 这两个是必填的 那么现在默认的是1.0.0和下面的版本号是100 那么我们每次去打包的时候 我们这个版本号和版本名称呢 就必须要高于上一个版本 如果这次我们打完包之后 下次我们如果说要去升级我们的APP 或者我们去修复了某些bug 那么相对应的我们版本号这里要去给他加1 不管加1还是加多少 肯定我们的版本号是要高于上一个版本的 这样我们才能去完成一个正确的升级 那后边呢,理线打包相关的内容 我们就略过,我们在这里呢不去讲了 基础配置,我们给他配完之后 我们需要给他配置一个图标 我们开下面APP图标配置 APP图标配置呢 如果我们是有设计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替换我们对应的 安卓的不同尺寸分辨率的一个图标 和我们的APP Store不同的图标 包括我们IOS不同的尺寸的图标 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给他去进行一个替换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么多图标怎么办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呢去浏览 我们选择一个图片 图片的大小呢 我们建议使用是1024x1024的图标 这个是可以供我们自动生成的 我们选择完之后呢 自动生成所有图标并替换 我们只要去点击 下面呢会把我们1024x1024的图标 自动给我们分解成不同尺寸的图标 并且呢填充到我们下面 这样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图标替换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下面有一个APP启动图配置 启动图呢 我们每个应用都会有的 所以这里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等待首页渲染完毕之后 我们在关闭Splash图 或者呢启动一个界面显示等待雪花 根据我们的需求选择打勾或者是不打勾 然后下面我们要去选择不同的 比如说安卓或者是我们iPhone的启动图 我们有不同的尺寸 我们需要浏览去选择并替换 我们不同尺寸的图片在这里 那么这个呢 只要需要同学们去设计自己的一个启动图 我们只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分辨率啊 我们的尺寸是一定要根据我们上面标识的这个栏 然后替换之后就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启动图啊 配置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下一个 是APP的SDK配置 比如说我们使用了其他的三方SDK 我们需要在这里去配置的 那我们的项目呢 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啊 三方SDK 所以其实这里我们不用去管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要去对它进行一个对应的配置 比如说我们使用了地图 那么我们需要把地图的我们的APPK iOS和安卓的两个APPK 我们给它传到这里 一个高德啊 或者百度 根据我们具体项目中的使用去完成配置 包括下面的登录呢 如果我们需要使用的话 我们也需要去给它有一个相应的配置 这里登录呢 我们有苹果登录 微信登录 QQ登录 新浪微博的登录 小米登录 登录有很多 如果我们APP端 去使用对应的登录之后 我们都需要在这里去填写 对应的APPID之类的 我们必填的这些内容 然后下面呢 有支付啊 推松啊 分享啊 这些等等啊 所有的需要我们去配置的内容 如果说我们的项目里面 去使用了这些内容 都应该在APP SDK 配置里面 我们去配置对应的K APPID 我们配置好之后 我们才能够正常的去使用APP 那么我们这些配置完之后 下面会有一个模块权限配置 这个权限呢 啊 取决于什么呢 如果使用蓝牙了 我们必须在这里呢 去给它勾选蓝牙 这样的话 在去使用应用的时候 会给我们弹出一个通知 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的应用需要使用你的蓝牙权限 是否同意 所以我们像这些啊 我们的模块 我们都需要给它去进行一个对应的配置 前提是我们的项目里面用到了 比如说一些指纹识别啊 啊 一些地图啊 或者一些登录啊 支付啊 下期推送分享啊 我们这些按我们的需求去给它 有一个对应的 我们给它选上就可以 那没有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去管它 我们取消就行 那么下面呢 会有一个APP原生插件配置 如果我们的项目里面使用了一些啊 原生开发的插件 我们可以需要在这里去配置一下 有一个本地插件和一个云端插件 云端插件来自哪里呢 来自于插件市场啊 我们去购买的那些插件 如果有用到的话 我们在这里去配置一下就可以 那我们项目里面呢啊 都没有用到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管 然后就是APP端的一些其他配置 那其他配置呢啊 我们这里就让它默认就可以 我们不需要去管这些 如果你希望我们的APP 有一个错误页面展示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配置一下 包括我们的一个启动模式 我们在这里去勾选 编译模式啊 我们都可以去选择 正常情况下 我们使用它默认的 其实就可以 包括我们安卓设置和IOS设置 根据我们项目需求 就给它有一个对应的填写 就可以了 等我们这些配置呢 从基础配置到下面的APP 常用其他设置 这些配置我们全都配完 确定没问题之后 好 我们怎么做 我们点击上方的发行 然后点击一个原生APP云打包 那这样呢 就出现我们的云打包界面了 那默认的安卓和IOS 两个选项我们构选住 我们要打包安卓和IOS 然后我们去填写安卓的包名 这个包名呢 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啊 我们自己的包名是什么 就把它填写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包名呢 或者你第一次去打包 那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啊 我们可以去使用默认的这个包名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下面我们去选择证书 如果说你有安卓自由的证书 那么你把你的证书别名啊 你的密钥啊 或者你的证书文件 我们给它填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用自由的证书去打包 如果说你没有自由证书 那么你选择第二个 我们使用Declod的公共证书 去给它进行云打包 那么老板证书呢 其实我们是为了向下兼容的 我们不建议使用 所以我们选择第二个就可以 然后下面我们会看到一个渠道包 那么渠道包呢 这里就不去给它勾选了 如果感兴趣的同学呢 我们点一下渠道包制作指南 我们去简单的了解一下 什么是渠道包啊 选择你是否去勾写这些内容 那么这些呢 我们的安卓其实就已经配置完成了 配置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iOS设置 iOS呢 我们需要你勾选是支持iPhone 或者支不支持iPad 那我们默认呢 就支持iPhone就可以 iPad呢 我们不勾选 那这里有一个提示啊 告诉我们说 如果说不勾选的话 在iPad上面运行呢 会有黑边 我们不用管 只去兼容iPhone就可以 那么下面呢 会有一个iOS的证书 如果大家自己有证书呢 像安卓一样 我们把它去填到这里就可以 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去使用一个月域证书 那么打包之后呢 只能在月域的手机上去安装 手机没有月域的话 我们的这个包呢 是安装不了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正常的去发布你的APP的话 我们还是需要使用自己的证书才行 那么我们的安卓和iOS都设置完成之后呢 继续往下看 下面呢 我们选择正式打包 后面有一个自定义基座 那什么是自定义基座呢 我们可以简单去了解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描述 就是我们在使用HBuilder或者HBuilderX开发应用的时候呢 可以在手机或模拟器上查看运行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安装在我们手机上的其实是我们HBuilder的应用 是我们的一个标准运行基座 那么自定义运行基座呢 就是我们使用自己的证书去编译的一个基座 那么看下方呢 为了解决Manifest的配置相关调试和便利性的问题呢 Dcloud提供了制作自定义基座的功能 也就是开发者像类似Dcloud一样 自己做一个运行基座 里面使用的是自定义的Manifest的配置 那这就是一个自定义基座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根据自己的需求吧 去决定你要不要打这个自定义基座出来 那么我们选择正式打包 然后继续看原生混淆 对配置的GS或者NVIL文件呢 要不要进行原生混淆 那什么是原生混淆呢 我们可以去点击配置指南 那么我们点击配置指南去了解一下就可以 然后呢 会有一个是否加入广告联盟 广告联盟呢 可以帮你的APP去变现的 对我们个人开发者 或者是一些小企业来说 都是有一定帮助的 这个取决于你要不要去开启我们的广告 如果你要开启的话 我们这里去给它有一个对应的选择就可以 如果你不需要呢 你就给它勾掉就行 然后下面是一个广量联盟 我们可以不用去了解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的话 我们可以去点击详情 我们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些全部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直接选择打包就可以 那么会提示我们啊 越狱证书呢 打包后只能在越狱手机上安装 是否继续打包 我们不用去理会 因为我们选择的就是越狱证书 那么我们继续打包 你看现在啊 给我们有一个提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前HbuildX的版本和云打包服务器对应的HbuildX版本呢 不一致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当前的版本是2.7.1 云打包服务器2.7.2 请问是否继续打包 这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的HbuildX没有升级 因为我们一直使用的是一个老版本 因为我们从去开发项目的时候啊 为了跟大家保持我们的开发者工具一致 所以我的版本一直没有升级 那同学们如果去使用HX的时候 我们尽量保证我们的开发工具啊 跟我们最新的版本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 我们打包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提示了 因为到我现在录课的时候啊 我们的版本号已经到了2.7.2了 那么呢 我还使用的是2.7.1 那么我版本比较低 所以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就暂时先不升级啊 选择继续打包 那我们后面的流程其实是一样的 那同学们最好是把HX去升级一下 我们再进行下面的操作 我们点击继续打包 然后我们开始去检查资源 然后去编译我们的项目 等待一下 那我们的项目啊 去检查完成之后 现在已经开始去打包了 我们点击OK 点击OK 我们看下面的控制台 控制台呢 现在已经开始去打包我们的工程了 现在提示我们的安卓正在打包 iOS正在打包 然后呢 打包成功后会自动返回下载链接 打包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点击菜单的发行 我们在这里发行 我们去查看云打包的一个状态 而且我们是云打包嘛 可能现在打包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有时候等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耐心等待其实就可以 如果说你不是去发行你的项目 而是你要去调试你的项目 那么我们不建议你呢 去做这个云打包啊 这里有个提示 那为了调试三方SDK呢 我们建议你去使用自定义调试基座 不要反复打包 那看到下面呢 我们撒回两个链接 这就说明我们的打包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下面有一个是安卓公共测试证书 我们的打包下载地址 下面呢 是iOS月预报的下载地址 注意后面啊 我们的这个地址呢 是一个临时地址 只能下载五次 所以说我们尽量是给它下载完成之后 测试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去上传对应的市场了 所以大家先万不要去反复的打包 如果你需要去测试你的三方SDK 需要打包或者这种操作呢 我们去使用自定义基础 那么打包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APP发行 其实到这里就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的步骤呢 其实就是我们下载完成之后 比如说我们的安卓 然后你去可以下载一个APK的文件 那么iOS呢 你会下载一个IPA的文件 那么拿到这两个文件 其实就是我们APP的安装包 我们给它上传到对应的市场就可以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APP端的云打包方式 关于理线打包的内容呢 那我们本节课就不讲了 因为我们课程是初级课程 那么理线打包对于有些同学来说呢 可能会比较麻烦 会比较难 因为需要同学们有一定的原生开发基础 所以呢 我们这里只去讲一个云打包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的课程就已经算是完结了 把我们的基础知识点我们讲解了一遍 同时呢 把我们的项目去完成了 然后对项目进行了兼容 最后呢 对不同的平台呢 我们进行了发行或者打包的操作 那之后呢 就可以对我们的应用去进行对应的部署 比如说H5 我们要部署到服务器 我们的小程序呢 发行到我们的线上 那么APP端呢 我们最后把它发布到我们对应的市场 这就是整个项目的流程 如果大家对打包这方面呢 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到我们的课程问答里面去给我提问 或者到我们的QQ群里呢 找到我 我会尽量的帮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